特别还有在孩子的生殖成长过程当中 还有我们这边孩子所面临的困难就是 他在升学上面 那我的孩子本身他是在过去 他读的是欧若海经 那他一直想读的就是雅科 但是呢因为 也是因为种族的问题 所以他一直没有被录取 但是老师也一直鼓励他说 哦你好好读你一定会被录取的 那他还是期盼能够录取 那我们也就教他说 都交在神的手中然后不住祷告 那他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学习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感谢神 因为有主在我们心里做掌权 不管是录取了没录取 我们都是要做好的见证 那他持恒着在主里面一直不住地祷告 一直不住地祷告 感谢神在今年的时候 UWC Cape Town大学就收取他 正式成为牙医的学生 这是很感恩的事情 所以也教导我们孩子在当中来经历神 然后让他知道仰望神的时候 依靠神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深渊在主主必报应 我相信我们在神面前的持守 让孩子能够也能够来一起经历的时候 不仅我们自己得着帮助 孩子也在信心的成长过程当中 信靠神的当中 一步又一步的来经历神 而且越来越信靠上帝 这是我特别感恩的 那这次带领他搬家去Cape Town的时候 其实这个车子很小 结果呢 他在这么小的一个车 能够放有限东西的时候 我第二次再去看他的时候 他居然把一个圣经 很厚的圣经带到Cape Town去 我觉得这是 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 让他知道说 生命当中可以告诉 是多么宝贝的一件事情